2015年第一題 好,我們看看這裏 這裏就是在太陽底下 即是拍下的車 Under the sun 太陽當然是能夠提供 radiation Radiation 透過車窗進入車廂 兩小時後 曬了兩小時後 它覺得車內比外面熱 為甚麼呢? 其實答案應該是C 即是說 是玻璃窗困著Infrared 因為玻璃有一個困住Infrared的特性 這也是概念 Glass是能夠困住Infrared 所以產生了Greenhull effect 即是溫身效應 這個概念是怎樣? 就是有一個密封環境 當然是透明的 外圍的Infrared 可以進入車廂裏 例如車廂 但玻璃能夠困住Infrared 即是說內裡的Infrared 即是不斷有能量供應 在車廂裏面 車廂發出的Infrared 反而出不回來 可以嗎? 所以裏面有不斷能量供應 然後裏面的能量 走不出來 變相溫度就會上升 可以嗎? 因為能量進入一個系統 就會令到溫度上升 這就是主要原因 A和B A不是很合理的 以普通的意見 都知道不太合理 因為汽車裏面的引擎 基本上不會傳熱 進入車廂裏面 即是座位的地方 不會傳熱 現在的隔熱都做得不錯 金屬是會吸收Infrared 其實任何物質都可以吸收Infrared 可以嗎? And a faster way than surrounding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你吸收得多 但同時間你亦都會散得多 是吧? 所以你的Metal 這個Car的Metal Park 吸收Infrared 就不代表一定令到車廂裏面會熱 OK? 然後呢 D這裏就不太合理了 周圍的空氣是Good Insulator 沒錯 這句是正確 但是呢 你要令到空氣是Good Insulator 你一定要trap 那些air才行 即是這些air是要trap 這樣呢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保溫的作用 基本上 但是你周圍車身 周圍的空氣是自由地流動的 所以你基本上就不能夠reduce heat loss by conduction 所以你的羽絨也是 你的羽絨裡的那些很蓬鬆的羽毛 其實之間有很多空氣 但問題是你的羽絨呢 其實最外圍呢 以及最內面那裏 是有一份很薄的一個物料 才可以令到羽絨絨著air 那那一層air才可以reduce heat loss 可以嗎 你就這樣有空氣 譬如你脫掉衣服 那你全身周圍都是空氣 那那些空氣是幫你保溫的嗎 如果是的話 那就不用發明衣服 你脫掉衣服 你脫掉衣服 周圍的空氣都能夠保溫 那你現在 走出去的話 那不是很溫暖 不是的 所以你要保溫的話 你一定要穿厚一點的衣服 而且那些衣服 通常都是有一些 trapped the air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保溫了 OK 這是第一題